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冰冰首次更新 除了微博以外的社交网络平台 范冰冰此次上架了两件连衣群 一件休闲衣和一双运动鞋 价格都在几百块左右 最低的一件连衣群为三百元 每件音符范冰冰都上传了数张特写图 非常的细心 可见风波过后 富贤在家的范冰冰生活悠闲了许多 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她的旧衣服 翻看范冰冰 此前上架的旧衣服 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这次上架的几件价格比风波 前上架的要便宜很多 在范冰冰的在售宝贝中 售价最高的为六千三百元 最低的就是刚上架 被一件标价三百元的连衣群 网友们对于范冰冰上架的衣服颇有微词 纷纷留言吐槽她处理的旧衣服价格一点都不亲密 而且款式都是非常老的才拿出来处理 相比较其他明星价格啊却高出很多 翻看网友对于范冰冰标价的留言 几乎清晰色的超频 全都是吐槽她的旧衣服标价太贵 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 一点都不像闲置转让 不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 都是老款 其他明星的东西都很便宜 很清明 一点都不凭您价 感觉东西太贵了 好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